我們今次繼續講到輔導入門 講到用輕鬆德性處理生命和輔導的步驟 因為輔導是一個框架 一個幫助的方法 但是有一個實體的 有一個實質 我們怎樣幫助它呢? 我們的實質幫助它是幫助它處理生命 活在神的愛中處理生命 總括我們之前有講過輕鬆德性的七點 我們一起讀一讀這七點 深信神充滿愛和大能 神想凡事祝福我們 深信神愛和看寵我們 必會祝福愛祂的人 神應許祝福信靠親近遵從和侍奉祂的人 人不能破壞神的計劃 所以我們需要學習不介意惡人的負面和傷害 同時祝福他們 我們雖有困難 但神能在任何環境幫助我們 在任何情況全心愛神和信靠神是最好的 我們的思想影響我們的情緒 所以我們選擇聖經的思想模式 也親近神來建立喜樂 我們可以選擇靠主喜樂 擔憂破壞神的計劃 這是將輕鬆德性的主要要點寫出來 如果你還未有這本書 你想有的話 你可以和我太太要的 這本書是講到如何與神建立關係 處理生命和發揮生命的 我現在再簡單講講這七點 第一就是深信神很愛我們 以及祂充滿能力 祂任何問題都能幫到 有時 神未必照顧我們想的 譬如有時有個人有某種病 祂想這種病沒有了 神可以醫治 但也有時是沒有醫治的 但沒有醫治也好 總之這個人聽神的話 祂的生命就會祝福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整個生命會祝福 祝福的意思是甚麼呢 祂會活得有喜樂 有平安 有力量 有目標 有供應 即是祂能夠生活到 能夠發揮祂的生命 神是想每個人都得到祝福 世界上在神的眼中 沒有一個人是廢人 祂想每個人都得到祝福 所以第一點就是 祂充滿愛和能力 祂能夠幫助任何的人 神想祝福我們 祂想祝福我們 是照祂的方法 有些人說祂的方法 祂想而已 我未必想 但是神的方法是最好的 因為人想的未必好 人想甚麼呢 多點錢 快點結婚 生兒子 事業成功 人想的是這些 而這些未必是對祂最好的 不是代表信耶穌 你事業失敗 不是這樣的意思 信耶穌甚麼都會祝福 但不是代表你一定賺大錢 但也有些人會賺大錢 神可以祝福某些人賺大錢 能夠祂有更多奉獻 祝福天國的需要 但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賺大錢 但是神會給足夠 我們能夠幫助人 譬如這個復興宣教事功 是多謝主 神去使用 我們幫助很多國家 我們幫助的數目 其實也很大 我們人數不是很多 但是我們幫助人是很多的 這是神給我們的禮物 這就是神有愛和能力 我們聽說就得福了 第二點呢 就是我們是重要的 第一點是神是怎樣的 祂是愛和大能 第二點是我們 神愛和體重我們 每個都是寶貴的 沒有一個人是廢人 沒有一個人活出來是沒有意思的 只要我們聽說 一定會祝福的 哪些人得福呢 聖經是說得很清楚 就是愛祂、遵從祂的人 神會祝福這些人 第三點 神答應了 神照祂的應許做事 就是凡是信靠、親近、遵從 和侍奉祂的人 神就會祝福 侍奉不一定代表 你在教會中有侍奉的崗位 而是我們會榮耀神 周圍的人祝福他們 這裡我們是訓練人 個個都可以被神使用 如果你一路繼續參加 有主理生命 我們就希望 個個都將來能夠幫助人 第四點就是 人不能破壞神的計劃 因為有時有些人會覺得 我周圍的人很差 對我不好 於是就很失望了 但是聖經說的一點就是 人不能破壞神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 所以我們需要學習 不要介意惡人 他就算罵你、傷害你 他傷害不了 只要我們不介意 他罵你也好 你當耳邊風 他罵完一秒鐘已經失去聲音 你不用在想 因為那些不是好的說話 但是很多人就很介意 被人罵就覺得 天嵐下來的很慘 但是其實 不要緊的 那些惡人的說話是沒有權並沒有能力的 魔鬼也是一樣的 他不斷控訴 但是我們說 耶穌射滅我罪 我是有罪的 不過耶穌射滅我又真的改了 魔鬼沒有權控訴我 但是魔鬼經常都想控訴 還有想用人控訴 就是說我們不好 當然我們需要處理生命 有做得不好 求主赦免 然後求主幫助我們 這些是我們輔導時 希望人們能夠做得到的事 就是這七點 第四點就是人不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我們學習不要介意人的負面患和傷害 同時又祝福他們 為他們討告 遙恕他們 第五 就算有困難 什麼環境都好 都不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譬如經濟的困難 我也試過在經濟困難之中 我試過有不同的問題 但是我們依靠神 神終會開出路的 第五點就是困難或環境的問題 第六點 如何處理情緒 因為影響人很重要的就是情緒 就是我們的思想影響情緒 譬如兩個人 兩個人都在困境 兩個人都沒有工作 有一個人的想法就是 神也不愛我 我現在又沒有工作 被人解僱了 真的不開心 他的思想就覺得神不愛他 他就會在武功做的時候很辛苦 但如果一個人信靠神 他說神必定會開路 神必定會祝福 暫時現在武功做不重要 神終會祝福我的 神會負責我的生命 他的思想就會令到他在武功做的時候 他都會讚美神 已經靠神 有平安起落 我也試過這些日子 我每天用很長時間看聖經 祈禱 我就不計較 神終於是為我開路的 所以思想影響情緒的 有很多人經常被情緒影響 經常不開心 因為他的思想就覺得自己很慘 自己很慘沒有出路 他就會經常受苦 然後第七點 就是我們可以選擇靠主起落 擔憂是會破壞神的計劃 我們可以選擇不用被憂愁影響 我們什麼都可以選擇 我們選擇走整個路 選擇做神吩咐的事 這七點我再簡單講 那七點 第一點是神 是怎樣的 他是充滿愛和能力 第二點 我們是寶貴的 第三點 神應許什麼呢 祝福凡來跟從他的人 第四點 就是人不能破壞神的計劃 第五點 困難環境破壞不了神的計劃 第六 思想影響情緒 我們處理思想 我們可以親近神 就可以有喜樂 就是這樣處理生命 都要親近神 師兄我帶你們唱詩歌 我們多點在家裡唱 我有謝喜樂 哈哈 主耶穌知恰我 經常想神的恩典 這個人就會開心 看看花草樹木這麼漂亮 多謝天父 哈利律 看看我們身體這麼奇妙 感謝主 讚美主 這樣我們就會選擇 親近神 然後喜樂 第七點 是我們可以選擇的 這是一個選擇 是可以選擇喜樂 還有我們選擇想什麼 有些人就經常選擇 想起一些壞人 不好的人 不好的祭遇 但我們可以選擇想 神如何祝福我 那人就會喜樂平安 即是說這七點是我們輔導人的時候 很多事情想帶領他們去跟從的 主要七樣的教導 好了 我想很重要的 大家要明白一點就是 輔導很重要 當我們引導或輔導人的時候 首先有些人可能說 我不是打算輔導 輔導其實在我們日常聊天都會的 很簡單 如果你想媽媽幫你買一件事給你 譬如你經濟需要 或者你想媽媽容許你做一件事 那你媽媽不想 那你就引導她 讓她知道這件事多好 為何這件事對我好 亦都會對你好 為何你贊成我的決定是好的 其實我們人與人之間 時時都會嘗試去影響別人 引導輔導 都是想引導她 或者你的家人 她的問題 她有些不開心 當然她不開心有時是人的選擇 我們如何引導她走那條路 這是需要愛她的心和策略的 首先重點是不要指責 第一,不要罵她 一罵她,她就不聽你的話 我們不要說你真的沒用 你經常都想起這種事 沒用的 她就馬上受傷害 所以第一點最重要最重要 就算你覺得她很煩 令你很煩 我們要化解 為何化解呢 她不好,我不用煩 我不用激氣怒吵 我們就不用放在心上 而是給她盼望 這點很重要 盼望是甚麼意思呢 神會幫你的 你會改善的 你會越來越好的 這就是給她盼望 第三 引導她深信神想幫她 這是真實的 神真的想幫人 祂真的想祝福我們 然後第四 引導她有動力去處理生命 親近神 不代表她的生命是好的 有些人很喜歡讚美神 唱詩歌 很喜歡的 不過她回家被罵 她又會全身沉 她需要處理生命 有動力去處理生命 第五 引導她去尋找處理的方法 甚麼方法呢 她想開心 不過她不懂方法 引導她去找這個方法 第六 亦讓她知道 她任何正面的意念 或者動作 都會有好的果效 即是她嘗試去處理生命 已經是好的 你嘗試已經是第一步 你已經在進步了 即是給她鼓勵 你有的那麼多進步 是好消息 感謝主 你現在在進步了 有的那麼多改善 你懂得撐美神而開心 感謝主 你已經在進步了 你懂得放下那些惡人的說話 感謝主 你已經在進步了 這就是我們給她正面的鼓勵 這六點我再說一次 就是不是去罵她 不是去批判她 而是經常被她盼望 可以改善的 你會好的 你會越來越好的 第三 真是神會幫你的 第四 她自己想去處理生命 第五 然後找方法如何處理 然後有那麼多改善 她就可以開心 我們為她開心 這樣的時候就會覺得不難 只要少少改善 她就會進步了 好了 我們今次就說到 就是處理生命 以及輔導的步驟 輔導的步驟 我們總括說出 那個步驟是做些甚麼 第一 建立輔導者與受輔導者的關係 就是幫助她有信任 對你有信任 當你令到她覺得舒服 很重要就是在過程中 是令她覺得舒服的 被接立的 第二就是聆聽 我們已經上過幾堂 講到聆聽的回應 第三 引導受輔導者表達 譬如她說 很不開心 我們可以用甚麼方法 可以重複說 你覺得有點不開心 有時就會說出 為甚麼我不開心 有時可以用問問題 有甚麼令你不開心 有甚麼事發生 你發生的時候有甚麼感覺 我們曾經用過這個知覺輪 幫大家的 就是用英文容易記一些 第一就是I do 或者I act 行動 即是她有做過些甚麼 第二是甚麼 記不記得 I sense 身體覺察到 看到甚麼 聽到甚麼 第三 就是她think I think 想些甚麼 第四就是 I want 我要甚麼 第五就是I feel 心靈的感受 這些可以去問她 你做過甚麼 你聽到人說甚麼 這是sense 聽到人說甚麼 你心裏有甚麼感覺 這個感受 你想甚麼 你想可以怎樣解決 你想怎樣 這些就是用這個知覺輪 去幫她 去表達她自己 亦都留意到她 有甚麼地方表達 但有些沒有表達的 然後呢 初層次和高層次的同理心 初層次的同理心是甚麼呢 她說她不開心 我們就說 你不開心心 真的很煩 很重 即是她說出來的那種感覺 我們就認同她 你不開心 你激氣 你擔心 我們就說出那件事 亦都感受她 感受到是辛苦的 那由高層次是甚麼呢 就是她沒有說出來 但是背後的那種的感受 或者她的對於自己的看法 甚麼是背後呢 譬如有一個人 同仁關係又不好 做工有問題 很多失敗 她不只是那些不開心 她會覺得整個人好像崩潰 整個人好像沒有盼望 好像沒有出路 我們就會去問她 是不是覺得很沒有出路 有些人就說 你這樣說 她不是很慘嗎 事實上她是這麼慘 但是她要知覺她自己是 她自己覺得自己是慘 她知道她在甚麼情況 因為有些人很慘 但是她不懂得說出來 她覺得甚麼都絕望 我們拆解到她 譬如她跟我們說話 她說出她的問題 我們不只是說 你那個問題令你不開心 可能她整個人的背後 都覺得沒有盼望 事情都不好 所以她可能對自己失望 這就是她沒有說出來的 對自己失望 對前路失望 或者對神失望 或者覺得沒有出路 這些就是感受 但是這個感受很重要 就是不是我們加給她 而是我發現 可以用甚麼方式探討 就可以問她 你是不是覺得很多東西都令到你有絕望的感覺 好像沒有出路一樣 你是不是覺得人們很不接納你 所以你覺得自己有種被人拒絕的感覺 好像沒有人喜歡你 去問她是否是 我們問的時候 都盡量用一些可接受的字眼 就不要說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壞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討厭 她聽完 她就覺得 雖然她可能真的 別人覺得她很討厭 但是你說出來 她覺得很醜 所以我們盡量用一個方法 說出來是 她不會覺得不舒服的方法 好了 支持她 就是告訴她 神會幫你 我們會幫你的 我會一直幫助你 幫助你處理的問題 有出路的 這些就是支持 給她盼望 第六就是個人分享 或者我們都試過這個情況 其實多數人都試過情緒化 被人影響 有困難 經濟困難 每個人都試過 我們分享 以後來神怎麼幫助我們 或者某個人有這個經歷 有神怎麼幫助他 第七 讓他盼望 讓他知道神幫助他 開始的支持 就是整體讓他知道 我們幫你 我們會幫你到底 那種支持 第七點就是神會幫助他 其實這兩點是可以合併的 意思是可以合併的 第八 引導受輔導者有動力去處理的問題 例如她說 我不開心 這樣你想不想開心一點 你想做人開心一點 就問她想不想 她說我想 我們又告訴她 真的有方法 有些人很煩惱 但後來就有醫治 那你會不會想 真的開始去 從神得力 以及處理生命 幫助他去有這個動力 然後第九 引導他分析 那個情況 以及背後的問題 就是因為有時候 問題不只是說 有些人就覺得 我沒有工作 我問題就是要有份工作 但其實很多時候 未必是一份工作 是甚麼問題呢 是他跟別人相處不行 他可能去哪裏做工 跟別人都關係不好 他又不肯負責任 他又遲到 各樣的問題引致他 甚麼都做得不好 但我們幫他拆解是要小心的 譬如說 我經常被人炒鱿魚 我們問他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會炒鱿魚 他說上次 他做了些甚麼 我會炒鱿魚 他就炒鱿魚 我們聽到這件事 我們知道他背後 其實有個原因是他自己的 我們問他 他做了些甚麼 為甚麼會炒鱿魚 是否覺得脾氣很難處理 我們去逐步引導他 讓他知道 他說是 不過我管理不了 我們讓他知道 原來不只是沒有工作 而是你管理不了自己的情緒 那就很難有功 很容易人家會炒鱿魚 就是幫他找出問題 但是在這個過程 我們不要讓他覺得 我們好像刺爆他 不是這樣 我們想他知道根源在哪裏 不是傷害他 是想他明白背後有個原因 譬如他說 我家人經常罵我的 我們問問他 他罵你甚麼 他怎樣罵 他罵你時你又怎樣反應 可能他又說 他罵我就罵他 他一開始不會說 他不會說這句 他即是說他罵我 問問他 你有甚麼發生 為甚麼他會罵你 他罵你你又怎樣說 他罵我就罵他 我們便去了解 為甚麼你會罵他 他說他罵我當然是罵他 他壞嘛 我就要罵他 那時候我們便幫他拆解 就是說 你想想如果你又罵他 他又會怎樣呢 他會生氣 其實你家人容易罵你 那你又不開心 你不開心 你就罵他 他又不開心 於是他便罵來罵去 那你覺得 這個過程可以怎樣停掉 就是兩個人 一個罵這個 這個罵他 他又罵他 他又罵他 找出背後的原因在哪裏 譬如有些人經常沒有朋友 可能他跟別人相處 亦可能他不懂得跟別人溝通 不懂得關心別人 經常訴苦 說話 經常說他的問題 所以他沒有跟別人相處有問題 我們便要問他 你跟別人相處時會怎樣 有甚麼困難 他逐步引導他 知道他的情況 然後就問他 你跟別人相處時會這樣 那是否人會難於跟你相處 去引導他 用他的思想 對質 看情況 甚麼是對質 英文是confrontation 對不起 有10點 有動力去處理他的問題 即是引導他有動力去處理問題 11就是對質 現在知道他背後的問題 他有動力去處理他現在面對的問題 對質 就是讓他知道不只是對方有問題 他自己也有問題 那方法都是讓他去問他 他罵你 那你又不開心 那你又會發脾氣 那他會有甚麼感覺 他可能會說 那我罵他 那他當然不喜歡 但他也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所以我們首先要學習如何處理我們的情緒 我們知道你的脾氣也會影響關係 所以這也是我們需要處理的一件事 這是一個柔和的對質 不是說你罵人也罵你 你罵人哪有好朋友 這是對質 不過這是強硬的對質 我們可以用一個柔和的對質 然後與父道者一起探討處理問題的步驟 就是有甚麼步驟 有甚麼方法 可能第一步 他親近神 他人平安卿 那些人 他們經常都會傷害人 經常都會罵人 我不用經常想那些問題 我就可以放手 我放手 我不介意 我的心平安一點 我又為他祈禱 然後求神給我智慧 去逐步跟他建立關係 他下一次罵我時 我可以怎樣說呢 我可以跟他想起來 他罵你 那些碗沒有洗 其實他有責任 不過他因為罵他的方法 令到他不喜歡 那時候 我們第一可以洗碗 第二可以說 我快點去洗 而不是說 我剛才沒有時間洗 那你又罵我 那就馬上去洗 對不起 我馬上去洗 就算對方有時候罵得錯也好 這也是一種處理的方法 然後下一步 怎樣跟對方建立關係 令到對方覺得被關心 我們肯負責任 那他沒有那麼容易罵我們 然後就立約 立約即是說 好了 你可不可以回家試一下開始這樣做 如果可以的時候可以寫下 可以有什麼行動 親近神 得力 每天親近神多少 讓你可以平安輕鬆 怎樣處理人的問題 怎樣跟他建立關係 就是這樣寫下 然後就評估了 評估就說 上一次說完之後 你有沒有進步 又處不處理得到 如果有進步 那就是主 你現在進步著了 你現在越來越好 這個是稱讚他 或者有什麼進步 有些可能 他做得不好 我們又不要說 說了叫你做 你又不做 他又覺得很大壓力 我們就可以說 上一次你覺得哪一隊有需要改善 他就說出這件事可以改善 那就好啊 試試這樣做 但是為什麼上次做不到呢 今次可以怎樣做呢 用這樣的方法跟他說 就是下一次又再怎樣做 又重複回過程 然後到最後 我們不是永久輔導的 那個人輔導了一輪 他已經處理到生命了 那我們就停止了 他應該就開始學習去幫人了 不只是經常都被幫助 有些人就是要停止了 他就不再被輔導的狀況了 也有時候轉戒 那怎樣轉戒呢 譬如那個人是 很有一些問題 不是我們處理到的問題 譬如他身體有問題 他需要找醫生 他真的很嚴重的心理問題 他需要找心理醫生 譬如這樣 有些情況我們需要說 我覺得你需要找那些醫生 不是我們永久都幫同一個人 但是有時可能又轉戒 他又會找回我們 我們又繼續幫他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再看回這個過程 第一就是建立跟他關係 聆聽他 引導他表達 我聽過你說的不開心 什麼不開心 好像有些激氣 有時候我觀察到的 有些激氣 好像很煩的感覺 你說說給我聽 有時候我們說出他的感覺 他會繼續說多一點 然後初層次同理心就是 表達出他的憂傷痛苦 我們就說 我聽到你很憂傷 這個就是表達和感受他講出的痛苦 或者憂傷 高層次就是看到背後 背後可能你覺得自己沒有用 或者覺得沒有人喜歡你 覺得自己很失敗 支持他 就是說有出路的 有辦法的 我們可以個人分享 分享我們自己曾經有試過這種情況 或者有人試過這種情況好起來了 第七點的支持就是給他盼望 神會幫你的 一定會搞定的 第八 就是他有動力去處理他的問題 第九就是分析背後 第八跟第十有什麼分別呢 第八就是當他講出他的問題的時候 他有動力 你想不想去開心 你想處理問題 這個第八 第十就是當你分析了之後 原來問題一方面在人身上 都在你自己身上 你想不想處理自己的問題 這個分別在這裡的 第八就是這件事你會煩惱 你想不想開心 第十就是特別是說到他 不單是人的問題 自己的問題想不想處理 有對質 其實裡面可能有對質 就是找出原來他背後有些問題 我們怎樣去面對 怎樣處理 第十二 跟他一起探討處理的步驟 然後立約可以做些什麼 然後又計劃評估 即是計劃什麼時候再評估 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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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